诸位菩萨可以回想 我们前面说的几个故事 拿来警惕自己 激励自己 为什么要永离六道 六道轮回太苦了 难道我们还苦不够吗 为什么一定要等到 壮得头破血流 才要回头学佛 才要觉得我没有能力 我没有依靠 就令今朝成佛去 乐邦化足以闲持 现在不回头 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有痛苦再来学佛吗 那你学佛学得多么辛苦 为什么不选择快快乐乐 欢欢喜喜的学佛 却要含着眼泪辛苦的学佛 墨学昨天有说到 众生就是要等到癌症末期 等到发生了很大的灾难的时候 才要回头来念观世音菩萨 这时候来得及吗 就算来得及 那你修得多么辛苦 你想想看 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 可以拜佛 可以来打佛期 如果今天出了车祸 得了癌症 已经快要死了 这时你要怎么来拜佛 你要怎么来打佛期 你一定要等到 已经生命走到的尽头 才来后悔 早知道 我当年就应该要来打佛期 这个后悔有意义吗 想要往生西方 不是临终时才去的 而是你平时心心念念 就要向往西方 就要永离六道 如果我们众生 不肯指持名号 不愿意离开六道轮回 那观世音菩萨 也只能看着我们掉眼泪 我们自己要愿意 永离六道 观世音菩萨 才有办法令我们得生佛潜 好 以上我们明白了 永离六道 也明白 娑婆世界 是苦 是无常 那离开了六道轮回以后 我们要去哪里呢 到 阿弥陀佛的 极乐世界去 也就是 得生佛潜 所以这句 得生佛潜 也就是 往生西方的意思 老和尚 为什么要 诸位菩萨 回来参加这个 观音出家 纪念期呢 就是希望 大家发愿 跟随 观世音菩萨 出家 跟随 老和尚 出家 一个 都不可以走漏 你决定要出家 才能够 得生佛潜 哎呀 出家才能 生西方啊 诸位不要误会了 这个出家的含义 非常的广泛 老和尚说 佛妻 只有七天 七天后 诸位菩萨 就要回家了 想多留你们 多住一天 也不可能 身不由己嘛 可是 你们回到 那个家 那个家 不要把它 当作 真正的家哦 那是 暂时 住一下的旅馆 在娑婆世界 临时 住一住 诸位 还要准备 回自己 真正的家哦 真正的家 在 极乐世界 诸位菩萨 居成学道 是 在家人 墨学 替法展一 是 出家人 这是 出家的 第一种分别 老和尚说 虽然出了 凡俗之家 父母之家 可是 我们还是 凡夫僧 还是被这个 三界 火宅之家 所 细服 比起 在家人 其实 是 五十步 校百步 高 不到 哪里去 佛陀 不是 光要 你出 凡俗之家 就好了 他要 我们 没有 生老病死 想要 没有 生老病死 决定要 照着 世家 世尊 的 教法 来修 那就要 出离 三界 火宅之家 证 欧罗汉 这是 第二种 出家 证了 欧罗汉 离开了 三界 火宅之家 虽然是 没有了 生老病死 但这还不是 佛陀的 彻底本怀 老和尚说 其实 真佛法 其指 破三界 连 生文 圆觉 菩萨 也要破 佛陀真正 希望的 是 一切众生 同生 西方 出 九界 之家 一切众生 都生 西方 佛陀 才会 安心 诸位 你们 想不想 做 好孩子 乖孩子 听 佛陀的话 你 听话 就能 得利益 如果 不听话 那 老和尚 说 将来 我生 我的 极乐 世界 你就 生 你的 世界 去吧 老和尚 希望 他 生 西方 一切 众生 也 都能 生 西方 将来 一起 在 极乐 世界 见面 不要 到了 西方 看不到 大家 还 还要 累的 老和尚 再来 说 婆 世界 找我们 当然 诸位 菩萨 都是有 信心 愿力 要跟随 老和尚 出家的 可是 我们 是不是 往生 有份呢 我们 能够 跟随 老和尚 出离 九戒 之家吗 想 跟老和尚 同生 西方 那 你 现在 就要 出家了 这个 出家 是什么 意思 出家 有 内心 里的 出家 还有 外表 上的 出家 由于 这个 出家 的 含义 后面的 内容 还 非常的 多 因此 我们 今天 就先 讲到 这里为止